开车陪朋友到中古车行看车 没想到自己的车子竟然被业务po网卖了 有网友发文怒扣 桃圆卢主有一间中古车行 表示自己的车并没有要卖 但是业务竟然连问都没有问 就直接拍照po网 甚至标价要卖 对此他非常的生气 不过车行就回应 应该是拍错车辆闹了乌龙 跟朋友到中古车行要看车 没想到停在车行门口的自家车 却被业务拍照po网卖掉 就是这个现实动态让车主整个气炸 po网表示日前他开着自己的白色爱车 在朋友到桃圆卢主某家车行看中古车 明明只是暂时将车停在门口 没想到车行的业务员竟然没有询问 未经同意 就把他的车拍照上传社群平台 声称要出售 这让他怒轰会不会太夸张了 而此文一出也引发热烈讨论 更有人认为这是车行套路 怀疑就是故意po网要吸引顾客上门 觉得这样他们好像有点恶意的成分 这是不好的啊 车行他自己知道那又不是他们要卖的车 在骗人的感觉 有点在吊 对此车行解释是业务拍错了车 闹乌龙已经向车主道歉 不过这到底是不小心 还是套路手法 事后恐怕真的也难以解释 记得领住肠团斗斗